往左边移一下 也就是说我本来是压在这个 红线上那个直划对不对 我们现在把这个往左边移动一下 为什么因为我想让右手边的 这个横划让它多一点空间 不要写太长 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它的旁边起比 回正手提高 拉长一点稍微下 上 这样它就会平有没有看到 接下来它有个弯角 弯角的时候 所有的转换方向你都是要用 提比 来达成 接住以后向左进来 好这个层也是稍稍的没有那么清楚 看 它这个 跟我们楷书还小小小的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写楷书的话这个要进来 它几乎是对齐的 好接下来呢你可以先写 那个层的左边那一弯 因为它比较占空间 我们先把这个空间把它定住 好像里面的时候你手微微提起来 往外的时候才稍微压一下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失误 你可以分两段 好 好像右 好 这个结 它右下角 右下角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有没有 那个就小心一点 不要上下写的太高 那会显得 你那个字会变得太松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空间真的不太容易抓的 看一下这一笔 上去的时候 它有一点这种弧度 右边这个呢跟左边差不多等高 接下来呢 它好像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这个 你没有也是没关系 好 这个稍微比上面的长一点点 然后呢 手是提高的对不对 然后你写这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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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